重等 所以能夠得到度脫的原因 都是因為佛過去是 在因地時 在行菩薩道的時候 謙苦所至 謙卑的 行苦恨 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佛在行菩薩道的時候 在因地的時候 心心念念 都是要度脫眾生 心心念念都是要 為眾生脫離苦海 所以我們今天是 所以能夠度脫 都是佛的一個 勤苦所至 佛努力來度脫 我們的原因 恩德普福 佛的恩惠 以及德恨功德 是普遍的造耀著 我們一切的眾生 福禄為為 這福禄主要是指 福報功德 是唯唯是表示說 非常的偉大 非常的 威嚴 莊嚴 光明策照 佛的智慧光明呢 是照耀一切 達空無極 一直到虛空 沒有極限 佛的這個功德 佛的智慧 佛的這個慈悲 是沒有極限的 開入尼環 開入尼環 開入尼環就是 開示我們能夠走入涅槃之路 尼環是涅槃的另外一個翻譯 開入尼環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請大家一起回向 請課長 文法公德 文法公德殊盛行 文法公德殊盛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有情 普願成立諸有情 數碗無量光佛茶 數碗無量光佛茶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合上 一切菩薩摩合上 摩合般若波羅蜜 摩合般若波羅蜜 尼環不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弥勒菩萨为当机 弥勒菩萨他是补位菩萨 一身补处 就是娑婆世界 下一位佛八项成道 就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在这里是常跪白言 位在佛前 跟佛说 佛威神尊重 所说快善 佛是威德神勇的令人尊重 所说的是快就是快人意 令我心欢喜 善是善与 佛所说的都是善良的好话 听佛经语 惯心诗之 适人时耳 如佛所言 听到佛所讲的话 惯就是一惯贯通的意思 我的心啊 贯通 去思虑 世界上的人确实如佛所说啊 经佛慈敏 显示大道 耳目开明 常得度脱 闻佛所说 莫不欢喜 今天佛慈悲 敏就是悲悯我们众生 显示这个大的道理 令我们的眼睛也打开了 耳朵也打开了 耳目开明 打开之后 当然就是很清楚 很明白 常得度脱 很快的呢 能够得到度脱 文佛所说的话 我们都没有不欢喜的 莫不欢喜 大家都非常的欢喜 诸天人民 蠕动之类 皆蒙慈恩 解脱忧苦 诸天就是天人 人民呢 是一般的众生 一般的人类 蠕动之类呢 是小动物 像毛毛虫啊 蟑螂 蚂蚁啊 这都是蠕动啊 也是众生的一类 不过是低劣的众生 他们不管是大的 天或者是人 小的到蠕动之类 冤非蠕动啊 都蒙到佛的慈悲 恩德 解脱他们的忧愁跟苦恼 佛能够把众生的忧苦给拔除掉 佛与教戒 甚深圣善 智慧明界八方上下 去来今世 莫不就唱 佛所讲的 教就是指经典 佛所讲的经典 戒呢 是佛制定的戒律 毕丘250条戒 毕丘348条戒 所制定的戒 所以叫经戒 三藏中间占两藏 两藏 所谓三藏啊 经藏 律藏 跟论藏 经是佛讲的 律藏呢 就是戒律 佛制定的 论藏呢 是佛的弟子 尤其是佛灭度六百年以后 有很多的大菩萨出世 无助士卿啊 农述马明啊 这些大菩萨呢 他们就写一些论著 解释佛的经教 所以佛弟子所写的 叫做论 所以什么叫三藏法师呢 过去啊 法师就是说法的出家人 但法师中间呢 有份经师 律师 论师 通一藏 假如他专门讲经的 叫经师 专门讲论的 研究论的 叫论师 专门讲戒的就是律师 不是打官司的律师啊 这三藏 那么比方说 三藏他都通 他又讲经 又说教 又讲戒 这叫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不容易通的 不容易说三藏都通的 所以我们说有哪几位是三藏法师 玄传大师 唐三藏嘛 纠摩罗师 叫三藏法师 这种大师级的 真正的 真正的大师级 不是我们所谓的大师级 真正就是通三藏的 我不记得老一位老法师的 这个经典里面 解释的里面 有写到他说 现在你通一藏都不容易 你通一步经都不容易 这么讲 那当然过去的人呢 都是全心全意 就在解脱一道 就能够专心修行 一生解脱 都求这一个 现世的人就不一样了 佛在世的时候 佛在世的时候 主要是那些毕丘 追随佛的沙门 常随众 千二百五十人俱嘛 一千二百五十位 常随众 这些都是毕丘 毕丘尼 他们要求一生解脱 认真办到 就是无有休息 一天到晚都是在修行中间 甚至于晚上 印度分为中夜 初夜 中夜 后夜 就是晚上这个时间 十分了 初夜也要打坐 后夜呢 也要打坐 只有中夜呢 稍微休息一下 大概三四个钟头 过去他们是要求一生办到 一生解脱 一生解脱 那就没有休息的时候 白天还要怎么样 听佛讲经啊 一起修行啊 思维修啊 没有休息的时候 就是呢 去城里面起个石啊 起石之后又听佛来说 讲道啊 所以没有休息的时候 就希望说一生变道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 以毕丘身呢 怎么样 就明星见性 了脱身世 成为欧拉罕 欧拉罕就超越三界了 不再受后友 不受后友 现在这个时代呢 时代不一样了 就尤其中国人的地方 包括台湾 就是怎么样呢 是比较着重于菩萨精神 就是在佛灭度之后呢 六百到八百年 那些大菩萨们写了很多论 他们提倡的也是一个菩萨精神 就是愿与一切众生 一时同得 阿鸟多罗三秒三不停 那就不是说 我先得度 像佛在世的时候 就一生成就嘛 都成活了汗了 那成活了汗的时候 谁来度这些没有度的众生呢 所以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代是说 希望一生见性 那现在这个时代呢 都是讲着大圣精神 讲大圣精神呢 就是做世间的事业 能够让这些众生呢 理解佛法 那现在这个时代又不好修 末法 大家都说没时间 因为所谓的多元文化 以前在佛的时代有没有要 还要学外文 没有啊 现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 这里至少要学这个英文啊 有的人还要学日文啊 语言就不止一样了 那像方言也不止啊 那像像学了闽南话 还要学什么 国语 甚至于还要学个客家话 还要学个什么 广东话之类的 那这个语言也蛮累的啊 那听说在美国 伯克莱啊 你要去学宗教 宗教学的话 你还得学日文 还要学泛文 还要学巴黎文 还要学德文 还要学日文 那学那么多文字的话 你哪来的时间学金教啊 就等于说 他说跟这些金教有关系的文字你都学 那就很难说真正学到东西了 我是认为这么样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你说学的东西太多了 反而样样不惊 那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间 你说你去读书 你又读必须有数理画呀 甚至于画图啦 音乐啊 这都要学体育啊 什么都要学 佛陀时代不是这样 就学一样 就专进一样 就学佛法就好了 那我们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怎么可能金 那佛陀那个时候是有次第的 学华言最初三期的就不管了 这阿含经 方等经 波尔经 法华经 涅槃经 有次第的 49年没停过 那他这个根气成熟了 智慧成熟了 由经教中间 该当会的都会了 这叫本觉内心啊 从这个经教佛所说的这个法 来启发我们内在的智慧 本觉啊 在里面啊 被外面一群啊 内外就通了 智慧就涌现 是这样 现在怎么可能 现在的人呢 可是没办法 一学 一开始就学什么 学波尔 就是智慧啊 那时间呢 一点点 那学的东西呢 很深啊 那我们这里来 继续来看啊 那佛所说的 经 戒 又深 又善 智慧明界 佛的智慧 修学佛法中间的这个波尔 能够明白的看到 八方上下 八方就是东西南北 加上东南西北 东北西南 就是四围 还有上下 就是十方 去来今世呢 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十方呢 是横的 指空间 过去 现在 未来呢 是重的 指的是时间 所以叫十方三四啊 十方三四的事 这个佛的智慧能够 动习 明白的看到 十方三四的事情 有处明通啊 能够知道过去 现在 未来 莫不就唱 没有不究竟知道 究竟贯彻明了的 唱就是通唱 令我重等所以蒙的度脱 令我跟众大家 都能够得到解脱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皆佛前世求道之事 千苦所至 恩德普福 福禄为为 光明彻照 达空无极 我们之所以能够解脱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就欧罗汉国 都是因为佛前世 过去生求道的时候 在因地的时候 因地就是 修因 因果的因 过去生佛在求道的时候 迁下劳苦 为众生 发大愿 要度脱一切众生 为了众生的这个缘故 所以佛呢 就谦卑的生活 勤苦的生活 非常精进勇猛的来修道 恩德普福 佛的恩惠 以及佛的功德 是普遍的 来加倍一切众生的 加持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都能够领会到 佛的恩德 佛禄为为 佛禄这里指的就是佛 佛而已 微为就是伟大的 壮样貌 伟大的面貌 光明彻照 佛的光明 佛的智慧 是普遍的照耀着一切的众生 天下昌生 达空无极 就是通达的空里 通达的空 这性空嘛 一切的这个法的本性 自性是空的 这个空的体 无极 无穷 无尽 开入泥环 就是开释 进入 泥环就是涅槃 涅槃翻译的另外一个名词 有的人翻译成泥环 现在一般都是翻译涅槃 教授点懒 威智消化 感动十方 无穷无极 教授点懒 就是教授众生 佛把佛法传授给众生 点懒 就是点极 懒 就是招懒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 能够涉化 威智消化 前面教授点懒 一般是指经典 佛所说的经法 威智所指的就是律仪 就指的这个戒律 消化 让一切的恶业 让一切不好的思想 都能够消除 感动十方 十方的众生都受到感动了 无穷无极 佛为法王 尊操众圣 普为一切天人之师 随心所愿 皆令得道 佛呢 是为法王 一般讲法王就是得道法的自在 在法中间自在 所以我们一般说 地藏王菩萨 普贤王菩萨 这个王字的意思就是表示自在 有这个王字就表示自在 那佛特别称为法王呢 就是在佛法中间有自在 得道自在 得道自在的意思就是说 随心所欲 说法无碍 辩才无碍的意思 我们不是说是无碍吗 辩才是无碍吗 勒说无碍啊 辩无碍 义无碍啊 理无碍啊 就是佛说法是没有障碍的 就随心所欲 能够为众生讲解这个道理 非常的清楚 明朗 人呢 能够一听就明白 所以佛以一应而说法 众生随类皆得解 尊超众圣 就佛的尊贵超越其他的圣人 不止佛是圣人哦 菩萨 声闻 圆觉都是圣人 但是佛的佛呢 是超越这三种的圣人 为一切天人之事 随心所欲 都能够令他得道 他愿意学身闻 就成就罗汉 愿意学圆觉 就成就圆觉 愿意学菩萨道 就成菩萨道 菩萨道还有五十一个等位了 还慢慢这样子 一步一步 从这个性位菩萨 就实性 性位菩萨 到这个三贤位的菩萨 就是行 住 以及这个回向 然后再到登地的菩萨 实地菩萨 五十个 每一个都有十个果位 那最后五十个果位之后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 等觉菩萨 公同佛等啊 所以 三财菩萨五十三参呢 中间五十一个就是五十一位 不同果位的菩萨 知道吧 好 经得执佛 经得执佛 敷问无量寿生 弥补欢喜 心得开明 现在我们这些人啊 能够有机会 遇到佛 这个词就是遇到的意思 又听到无量佛的声音 听到阿弥陀佛的说法 弥补欢喜 没有不欢喜的 我们的心呢 都能够得到开放 得到光明 得到光明就是得到智慧 就能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做糊涂人 不做颠倒人 看下一段 佛告弥勒 如言是也 若有慈敬于佛者 实为大善 天下久久 乃福有福 佛跟弥勒菩萨说 你讲的对啊 如言是也 你说的是对的 若有慈敬于佛者 如果有人慈悲 尊敬佛的人 实为大善 这个就是大善人了 他能够慈悲 而且尊敬佛的话 那么他就有善根 他就有功德 因为在我们这个世间 天下久久 乃福有福 很难得有佛的 如果你遇到末法的时候 现在我们还是在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中间 是末法时期 等到这个一万年过去 连佛法都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还算是 还有那么一点点幸运 天下久久才能够出现一位佛 经我于此誓作佛 演说经法 宣布道教 断诸以往 把爱与之本 度众恶之缘 经我于此誓作佛 现在我在这一个世 这一个时代做佛 演说经典佛法 宣布道教 这个道指的是菩提道 指的是解脱之道 指的是觉悟之道 断诸以往 断诸以往 让众生对于生死 对于生命 对宇宙的真理 有所了解 一切的疑惑 能够消除 拔爱与之本 就拔是拔除 爱与之本 为什么有生死 就是因为有爱 有欲 有欲望 有贪欲 这是生死的根本 就拔除生死的根本 拔除爱与的根本 拔除贪欲的根本 断重恶之缘 度就是杜绝的意思 就是斩断各种恶的源头 各种恶的源头 各种恶是哪个种恶呢 贪称痴 贪婪称慧于痴 佛说我现在 在这个时代做佛 来演说经教 宣布一个觉悟的大道 让众生的怀疑都能够消除 拔除爱与的根本 拔除生死的根本 杜绝一切的恶的来源 由不三界无所挂碍 点缆智慧重道之药 直辞刚尾昭然分明 由不三界是指佛 已经得到大自在了 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中间 游布有穿梭 来往 在三界中间来往 没有挂碍的 没有障碍的 点击 点览智慧 点览智慧呢 就是研究的意思 这里指的是研究 般若的法门 重道之药 各种的道理的 这个刚要 各种道理的 这个精华 就是般若 其实就是般若 一切诸佛皆从般若出 所以般若是诸佛之母 般若就是妙智慧 不解释成智慧 解释成妙智慧 点览智慧 这里翻译成智慧 可能也可以翻译成般若 就是研究般若 这是一切法门的 这个纲要 指使纲维 这个纲维呢 是纲领的一个思维 纲领的一个条理 指词呢 就是折善故词了 这里指的是戒律 指的是戒律 不单只是要研究 般若思想 研究这个 如何能够解脱生死 同时也要掌握到 我们做人处事的一个纲要 不能够超越 戒律 不能够超越 佛所定的戒律之外 昭然分明呢 就是清清楚楚的 纷纷明明的 开示五趣 五趣 度未度者 绝症生死 泥环之道 开示五趣呢 佛就告诉我们呢 在三界之内 本来是有六趣了 这里阿修罗就不提了 有一说说 阿修罗就是恶的嘛 一种神怪了 在天 天人中间也有阿修罗 在人中间也有阿修罗 在地狱恶鬼畜生中间 都有阿修罗 所以就不把它另外做一道 叫五趣 六趣也可以 五趣也可以 都是一样的意思 度未度者 佛呢 来度化 没有超越的 没有解脱的众生 绝症生死泥环之道 决定啊 症就是说明白 就是让他理解 这个症道是什么 生死跟涅槃 是怎么一回事 生死跟涅槃看起来 好像是相对法 因为有生有死的就是 因缘法 涅槃是不生不灭的 不生不灭 那我们佛呢 那我们佛呢 就是以硬化身 以两千多年前 在印度出生的 这个希达多太子 显示八项成道 显示入涅槃 其实自信涅槃是没出没入的 他本来就在 那一切的有违法 一切说有进有出的相对法 都不是真正的这个所谓 绝对的佛法 绝对的佛法 是超越这个相对法之上 你说生死 生跟死是一对 但是有生有死 这个是因缘法 生死跟涅槃也是一对 生死是一边 涅槃是一边 也是相对的 超越生死涅槃的 这个就是母语涅槃 他本来就在 也没有一个出 也没有一个入 没有所谓的入涅槃 本来就是在涅槃中间 因为一切都是幻化的 这个空是当下的 一切都是虚假的 假设能够理解这个 当下即空 不容易理解 但是呢 就是知道他 就是一切的这个相对的法 都是原生法 都是因原生因缘灭的 绝对的法呢 是空性的 空性的是不生不灭的 什么东西不生不灭呢 无违法 所以金刚经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依如电 因作如是观 那无违就是有违的相反 那无违法呢 就是所谓的 无相无作 空无相无作 是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继续来看 弥勿当之 弥勿当之 弥充无数节来 都是一致修 这个夜盘的不可称数 这些人啊 这些众生啊 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不可以用数字来测量的 很多很多 弥机十方诸天人民 一切世众 永违以来 辗转五道 幽为勤苦 不可拒言 佛跟弥勒菩萨说 你跟十方诸天人民 你跟十方 四为东西南北上下 这里面的天人 还有一般的人 还有四众 就是佛的四众弟子 毕丘 毕丘尼是出家的二众 毕丘 毕丘尼 在家的二众是 幽婆赛 幽婆怡 这四众弟子 你跟天啊 人啊 还有四众弟子 永节以来 就是无量节以来 辗转在五道 轮回 一下子做人 一下子做天 一下子做地狱 恶鬼畜生 就看 随着这个业力 在那边轮转 生死 幽为勤苦 也忧愁啊 不知道自己 要到哪里去啊 为就是害怕 勤劳啊 就是一直 就是很累的意思 这个勤势 这疲惫的意思 苦了 不可拒言 讲不清楚了 乃至今世 生死不绝 你一直到现在啊 这生死还没有断啊 很多的人啊 天啊 还有很多的 世众弟子啊 佛的弟子啊 生死不绝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与佛相指听受精法 又闻得又富得闻无量寿佛 快哉 圣上 无助而喜 佛说 你现在跟佛相遇了 这直就是遇到的意思 听受精法 你能够听到 接受这个佛所说的佛法 你又听到无量寿佛 又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 快在真好啊 这快在 圣上 真是好啊 无助而喜 我来帮助你 我来帮助你们 让你们呢 得到法喜 好 下面呢 佛学劝修行呢 如今亦可自厌 生死老病痛苦 恶漏不尽 无可乐者 一致决断 端身正行 异作诸善 佛又劝大家修行了 说你现在可以自己 讨厌 这个生老病死的苦 就厌世了 就是对于世间的这个法 世间的一切 不留恋 生老病死 是苦的 要了解这个事情 就不会贪恋它 佛对弥勒菩萨说 你可以自己讨厌 生老病死苦 恶漏不尽呢 就说这个 我们身为众生啊 像《地藏经》里面讲 起心动念 无不是恶 无不是罪 常常起恶念呢 这恶很多 普仙佛 普仙佛 怎么说呢 你这个恶 如果是有形的话 尽虚空都不能够容纳 我们做的恶 过去生 生生世世 所做的恶 虚空都不能容纳 如果有形体的话 大大小小的 只是因为它没有形体 所以看不见 肉呢 是表现出来的 恶肉啊 表现出来的恶 还有呢 不净 就是我们身体一个臭皮囊 里里外外都不干净 污秽 有人说 因为洗洗 洗洗澡就干净了 洗洗澡还不干净呢 等一下它又脏了 不是坐在那里没出汗 应该干净了吧 也不干净了 不过中国北方 那些人都不洗澡啊 因为没水洗 没有清净水啊 这个 所以他们呢 好像几个月洗一次澡 甚至于一年洗一次澡的都有 过去甚至于 一辈子就结婚那一天 洗个澡 死的那天洗个澡 也有这种的 那是没水了 没有水 那不知道臭不臭 就是至少是非常脏的 无可乐着 心呢 是造恶 身体呢 勿着 有什么可以乐 有什么可以爱恋的呢 有什么可以贪着的呢 一致决断 一啊 就是应该啊 自己啊 来决定 决定什么 决定修行咯 修行修什么 就修一个净字 清净的净 所以不是 过年我写那个净话吗 净话 也净化身跟心啊 端身正行 端身就是 但自己的身体端正 行为端正的意思 就是端身正行 就是端正 身行 身行的一切 身体所做的 所造作的 都要端正 有做正正荡荡的事情 正正荡荡的做人 义做诸善 义就是增加的意思 增加做各种的好事 修己捷净 洗出心垢 言行中性 表里相应 这很清楚了 修自己 捷净 就是清净 修自己清净呢 不单只是身体清净哦 洗出心垢 把自己心里的污垢 把他清净 心里的污垢 有大有小啊 大大的 根本的 就贪嗔痴慢疑 小小的烦恼 杂念幻想 都是新垢啊 我们这次去 那个俄眉山 没有去 有一个地方叫做 洗心池哦 这个池塘啊 叫洗心池 自己心拿出来洗洗看 言行中性 所讲的话 所做的行为 都要中性 中就是不二了 这个主要是讲言 就中啊 就中于自己 所行所所说的话 性呢也是一样 表里相应 人能自度 转相成绩 精明求愿 累积累善本 人如果能够 自己度自己 就让自己能够超越 能够免心见性 了身脱死的话 转过来呢 互相扶持了 自己度了之后 还要把这个道理 告诉朋友 让大家一起来修行 修行就是 修自己的行为啊 让自己的行为端正 精明求愿 很精进的 明白的 来发一些愿力 这愿力怎么样呢 愿意 愿意 让自己呢 能够清静 让自己能够进化 让自己能够超越 升华 也能够 这个救度一切众生 让自己的功德呢 回向一切友情 积累善本 就是慢慢地把自己的这个功德 不管你做的善事 善言 善行 这身口一三叶 都是功德 好像你占的钱一样 不过这个功德看不见的 你要把它盛起来 就积累 善的根本 善本呢 你做生意你也要有本钱啊 所以我们就累积这功德本 这功德本拿来干嘛 就做资粮嘛 你要到极乐世界去 你要有盘禅 你要有路费啊 不能空手的 走到半路 八都腰啊 没东西带 没带三资粮 没得吃 就是过不去啊 积累善本呢 就是说要把自己身口一三叶 所造的一切善的根本 当作是一个资粮 当作是功德的一个根本 把它挤起来 虽一世勤苦 虚于之见 后生无量 受过快乐无极 常与道德和民 虽然一生勤苦 虽然说 我就拼命做善事 拼命做善事 拼命说好话 拼命帮助别人 拼命心里呢 想的都是别人的好 想的都是如何来 利益众生 想的都是如何来 这个喜心革命 惭愧 这个忏悔 虽然好像 都没想到福一样 都是在修行 人家说 摆着好的日子不过 可以游山玩水啊 环游世界啊 干嘛要出家呢 连个百货公司都进不去了 连个电影院都没办法上了 你这是何苦呢 是不是 有人就会这么想啊 好像很辛苦一样 但是你虽然苦了一下子 虚遇之间 很快的时候呢 之后就可以 身在无量寿国 就可以到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啊 因为你相信这个嘛 你知道你就苦了一下子 什么都不要乐 现在的乐不足以 什么 不足看啊 将来到极乐世界去 那可乐了 乐无穷啊 快乐无穷啊 常与道德和民 到了极乐世界去啊 你常常是跟道德 合在一起的 所行所为 不会犯 违反戒律 所行所为 也不会说 做一些恶的事情 常 不会像我们在这个 说破世界 说破世界 有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那个叫什么 诱惑 不是说你自己本来没 坐在那里好好的 别人来惹你 好了 这个你自己不知不觉的 有些事情啊 就习以为常了 就不知不觉的 就会跟着朋友走了 是这样子 那极乐世界没有 都是诸善善人 他只有带你做好事的 他不会带你做恶的 说破世界就不一定了 交朋友啊 很重要 对不对 那说破世界的朋友 猪捧狗有很多啊 带你去吃火海鲜啊 害了你 你都不知道 把那活生生的就 拿去烧 拿去烤 他就会跳 也不会有慈悲性 这跟佛的道理不合嘛 所以什么叫 常与道的和民呢 就是会把众生的痛苦 觉得 哎哟 是我怎么办 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个 烤箱上面这样烤 痛死了 就会有这个慈悲心 就会把众生的苦呢 来想一想 跟自己来联想 永拔生死的根本 无福贪慧 愚痴苦恼之快 永远拔去生死的根本 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无名啊 生死根本就是愚痴啊 生死根本就是说 烦恼啊 简单讲 就是颠倒 就是颠倒 永拔生死的根本 无福就是不再有 贪啊 慧呢 就称慧 就是乌乌端端的 这个脾气很大 愚痴啊 苦恼啊 这些过患 欲寿一劫 百劫千亿万劫 自在随意皆可得知 你想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想说 我的生命就一劫 或者一百劫 一千劫 一万劫 一亿劫 随你的便 你高兴活多久 就活多久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不是说 到了极乐世界 一生成佛吗 还无量寿 到成佛吗 可以这样子 但是有的人有愿啊 比方说 我们在缩破世界 活久了 说 说 缩破世界 还有很多朋友 还有很多学生 还有很多的熟人 他们还在受苦呢 还在缩破世界 他们也不信佛 怎么办 从极乐世界回来 那就不活那么久 只要让自己的定力 加深一点 因为我们去 极乐世界的时候 定的功夫 会的功夫还不够 大业往生嘛 是佛的力量 带我们过去的 菩萨加持 带我们过去 到了那边之后 还要修啊 所以等自己修到怎么样呢 有一定的定力 不够随便 又在某一个家庭出生 又找一个爸爸妈妈 为什么 就为了呢 来跟自己有缘的人呢 在相聚 自在随意 是很自在的 很随意的 皆可得知 无为自然 赐云液盘 泥环之道 无为跟自然 这样的一种 生活方式 处理自己生命的方式 只是比涅槃 差那么一点点 是真好的方法 是非常理想的方法 是佛所推荐的一个好方法 但是呢 比涅槃呢 差那么一点点 这个指的是 无于涅槃 就是最高的涅槃 如等一个精进 求心所愿 无得疑惑中悔 自为过咎 佛所你们要精进啊 要有这个愿力 要发这个愿呢 不要疑惑啊 不要发了愿之后 又来后悔啊 中途又退转了 自为过咎 这个过咎呢 是自己取的 生比边地七宝宫殿 五百岁众受诸而言 那你还是信佛 你还是有念佛 但念念中间 有一些疑惑的话 你生到极乐世界去 不是在极乐世界里面 是有一个边地 旁边 旁边也有宫殿呢 就是好像我们 我们的那蛮方之地一样 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这个边地呢 也是蛮豪华的 也很不错 但是呢 五百岁 听不到佛的名字 这也是一种处罚 你没办法精进 你没办法呢 好好地修行 好 我们先到这里 请大家回想 文法功德 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想 无边圣福皆回想 普愿诚意诸有情 术网无量光佛刹 术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密 莫账 毕业 医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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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说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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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